大家好 我是老肖 我們又有重大方案要實施了 就是我們要將檸檬車條款 放入我們的合約書之中 這將是全台唯一 也是全台首創 有外匯車商要將此條款 放在合約書之中 先來了解什麼是檸檬車條款 就是政府派我們的消費者 買新車的時候買到地雷車 所寧定的條款 檸檬車條款是規定新車 交車後至少180天或行駛1.2萬公里內 若發生相同重大瑕疵修復4次以上 或者累積無法使用30天以上等情形 消費者可以要求更換新車或解除契約 這個就是檸檬車條款 檸檬車條款它是法條嗎 並不是喔 如果車商他沒有將這個條款寫在合約書之中 其實是可以不用去旅行的 講真的不要說中古車或外匯車商沒有這個條款 連新車有這個條款 他都不見得會寫在合約書之中 為什麼老蕭要用檸檬車條款呢 因為一直以來我們都非常堅持品質這件事情 我們相信即使我們用了這個條款 我們還是可以做得到的 從另外一個層面來說我們將心比心 如果我是消費者 我也不希望買到有重大瑕疵的外匯車或者中古車 這樣的政策是對我們自己負責任 也是讓所有的消費者能夠安心 實行檸檬車條款 老蕭需要您的支持 泡芙呢 我也來分享我的過去買車的經驗喔 買車的時候完全不懂 只知道它的外表是漂漂亮亮乾乾淨淨的 你就喜歡它就買回去了 其實我們對裡面的漏照完全是不懂 但是買回去之後呢 你就要修理修了很多錢 車商它不理賠 他說是你個人使用問題 現在您可以放心的買我們的車喔 因為我們有檸檬車條款 為了保障消費者權益 你不懂車買了車也可以保障車子的品質 一旦同一個地方修了四次還修不好 代表是車子本身有問題 有檸檬車條約 你就不用擔心了 因為我們車是實實在在的好車 車商掛保障 你可以放心喔